動動動動 喔 超級香的耶 哈囉 可以了 嗨大家 晚安 大家晚安 今天休息了一個禮拜 明明開始直播了齁 對 上一個禮拜是為Elsa 喉嚨不舒服 喉嚨不舒服 今天還是不舒服好不好 我覺得今天更嚴重 今天更嚴重 但是 好像太久沒直播 不行 OK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大家好 晚安 休息一個禮拜齁 各位 這禮拜不能認真 沖咖啡 嗨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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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留言 火星大媽 有抽豆子喔 兩位 晚安 晚安 好 一個禮拜五見各位了齁 OK 今天留言 今天有抽兩包豆子嗎對不對 一包是 坎亞 另外一家是伊索比亞 因為我感冒有點嚴重 嗨 兩位 從日本玩回來就感冒更嚴重 更嚴重了 所以不好意思 就今天 要麻煩大家 說到重點喝一杯就好了 有 胃筋 你現在是狂冠了 晚安 晚安 他一直在狂冠 還是我要戴口罩 好怕傳染給你喔 不要啦 人家好醜喔 天啊 沒辦法接受欸 OK 現在 Elsa今天聲音比較 有磁性一點 對 沒有辦法 就是感冒也嚴重 好像 那個 唱 唱一點鼻音重的好不好 唱一點靈魂的東西 OK 為什麼我每次直播就覺得 很熱 開始熱了喔 你是喝了酒吧 好好好 大家開始陸續上陣 今天送的豆子還不錯 今天抽的豆子 今天抽的豆子是因為 這次我們抽 Elsa去火星大麻這家咖啡店 對 喝了一支很好喝的坑牙 是我要先跟大家講的嗎 沒關係啊 我們先先閒聊 那再給我兩分鐘 喝點酒壓壓驚 你看 好那我就是感冒 有你看我這次去日本回來 有買這支了 買酒喔 RioLoku 我上次跟Elsa推薦的 他馬上去買 你看這個夾有多金啊 所以我在機場回來我就買了 這一支才現在賣3300 3300 33日幣而已 才33多日幣 不到1000塊 不到1000塊 還要算 真的是好酒OK OK 好啦 Elsa跟大家聊一下 我們今天的講什麼東西 我去做留言機器人 好 前天 過敏喝咖啡整個沒味道 對啊 如果你 比賽的話 會可能比較沒有味道這樣子 好 我要先講一下今天的內容 今天我們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我會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次去東京回來五天 然後去哪幾間咖啡館 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我最喜歡的 最推薦的 或是最有印象的 哪幾間 然後學長呢 他會跟大家分享 悶蒸 如何悶蒸不失敗法 就教你怎麼樣把悶蒸的 手沖咖啡悶蒸這一段 把它做好 然後 最後一個呢 我們今天有一個 很優惠的活動 就是這個 火星大媽的咖啡豆 那火星大媽 它是一家自家烘焙店 是我無意間 去喝咖啡發現的 然後一盒又覺得有點蠻好喝的 有點驚為天人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陸續有再去 然後也跟店家聊了一下 然後今天就有團購他們家的咖啡豆 一支是 一索比亞一支是肯亞 然後尤其是肯亞這一支 它的那個品質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呢 店家也給我們一個非常優惠的價格 先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這支肯亞原價是640塊 然後這一支 喊貝拉伊索比亞原價是340 所以呢 今天的團購價優惠就是 原價1020 今天只要720塊這樣子 所以今天這個是主要可以 大家可以團購的咖啡豆 然後留言火星大媽 你也有機會可以抽到 伊索比亞或是肯亞 那我們節目結束就會跟大家抽出來 不好意思我感覺有點沙啞 好 所以今天大概就是節目的流程 喔 我還要講一個 如果你是前20組訂購的話 我還會再送你 我這一次去日本 我覺得非常非常有趣的店 它叫做這個 Little Darling 它是在東京在那個南青山的一家 這家烘焙咖啡店 你看 你看它的豆袋包裝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潮 然後也是 是我自己很喜歡的風格啦 然後這支是肯亞 然後這也是伊索比亞 所以我就帶了兩包回來 我自己很喜歡 他們的店 咖啡也是走潛培 大概潛中培路線 然後有賣很多好吃的 像掛包啊 冰淇淋啊 然後大福啊 然後所以今天你是 如果是前20組訂購的話 我就會再從20名裡面 抽一個 伊索比亞送給大家 這樣子 好所以如果 你們有興趣想要 剛好缺豆子的話呢 就可以 今天可以剛好訂購 然後又可以抽這個 好 這是今天的大概內容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跟我們留言回應 這樣子 OK 好了 嗨 一個禮拜不見了齁 對 這禮拜需要去整形了 哈哈哈哈 你們有覺得它變瘦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 今天算比較正式 一個禮拜沒有看到它 然後就覺得它好像變瘦了 對 我為了大家一家變瘦了 對 他有賣掛包 他有賣掛包喔 不是啊 我說這家啦 我說我去大賣 我賣大 我怎麼今天沒有吃到 喔 你全身都是Loku的味道耶 超香的 大媽跑店 沒有人會認為他是咖啡人 那個 請問中道哥有去過 大媽嗎 這個人怎麼這麼可愛啊 其實大媽 他叫什麼名字啊 他叫Yoko Yoko Yoko姐 我今天 因為我原本 我今天才第一次認識他 Yoko姐 我們有去跟他們聊了一下 Yoko姐真的是蠻可愛的 對 他很可愛 沒有真的他完全 對沒有咖啡人的感覺 對 沒有駕駛 然後真的很居家耶 蠻喜歡他的 很有趣 他是在樹林的一家 這家烘焙小店 樹林跟三峽婦交接齁 對 還蠻有趣的 平常有很多麵包可以吃 對他們家的麵包也很厲害 我吃過一個牛奶麵包 你是牛奶吐司嗎 牛奶吐司 招牌就是牛奶麵包跟牛奶吐司 確實很厲害 而且如果去一點左右去的話 就剛出爐 一般正常的話 可是保險的是你要先電話預約 要不然很快就沒有了 很快很快就沒有了 以前在薑紫萃喔 以前在 所以其實還蠻多人知道 蠻多人知道的嘛 對不對 所以是我太晚知道嗎 欸 你是咖啡因的地圖耶 居然會不知道 OK好啦 那我們 因為我們待會要做那個 不失敗悶蒸法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先來做第一次的沖煮 好 然後沖煮完以後 Elsa要跟大家聊一下 去日本的咖啡店的一些經驗 我們先來做第一次悶蒸 我最近去日本真的超幸運的耶 等一下跟大家聊一下 就櫻花盛開啊 喔 這麼早喔 對啊 應該不是這個季節嗎 我就是因為不想要看櫻花 然後才提早去 提早去東京 結果 就開了 怎麼有人這麼討厭 我說真的 我去東京我就是不要看櫻花 因為我很怕很多人啊 那沒想到一堆櫻花是不是 就很想到櫻花就提早開了這樣 好 我們開始從20克 這麼運氣那麼好 你還 就覺得蠻幸運的 對啊 然後一看就覺得櫻花真的很漂亮 對啊 奇怪 有看到這種人嗎 OK 好 然後我們磨 磨的研磨度呢 跟平常搭得差不多就好了齁 所以我今天是磨哈利歐磨豆機的26 26 好 好 好 可以幫我裝一下水嗎 好 現在要示範悶蒸 好 我們現在準備做悶蒸齁 水幫我稍微滾一下下 好 我們今天先做第一次的悶蒸好不好 然後我們第一次悶蒸先做一個 大家比較不常看到的手法 從外圍往內圍 然後給水的 OK 大家平常都是從中心點往外給 我們就是從外圍給到中心點 我今天會叫三個悶蒸的不失敗的沖煮法 OK 好 給粉 好 我們來調一下鏡頭 好 鏡頭下 OK 清楚了吧 好 這樣齁 這樣就很清楚了 好 然後我們水溫呢 原則上90度就可以了齁 90到92度都可以 不用過分高 也不用為了悶蒸而 調太高的溫度不用 不用 就正常90度就可以了 那你的給水呢 我現在先示範一個從外圍給水 好 給我一點點就好 可以了 一點點就好 OK好 夠了 謝謝 好 我們準備囉 這人家衝哪一支啊 呃 坑亞 坑亞 今天這是火星大媽的坑亞 非常厲害的坑亞 OK 幫我把那個水關掉 不要讓它滾 OK好 我們決定開始衝了 我們先示範第一種衝煮法 從外圍到內圍 那麼目標的水量呢 是40CC 所以呢 我們先從外圍衝 然後衝兩圈 之後往中心點 這樣聽懂嗎 兩圈 往中心點 OK好 準備看了齁 從外圍 外圍什麼位置都可以齁 但是從外圍給 一圈 兩圈 先往中心點 衝到40CC 結束 OK 就這樣 這是第一個衝煮法 從外圍到內圍 我們今天會有四個衝煮法 會有四個衝煮法 可以看到空氣會一直不斷的 一般來想都是從內到外 對 一般都是從內到外 但是從外圍到內圍有一些好處 就是呢 基本上呢 你悶蒸的狀況 它不太會塌陷 這是從內 從外到內的衝煮法 從外到內的衝煮法 空氣你可以看喔 因為這支豆子非常的新鮮 才烘焙三天而已 所以它的 泡泡你看看 狂冒泡泡 主要是因為它的豆子很新鮮 如果是在五天左右的話 泡泡還是會冒 就悶蒸的狀況很好 但是不會這麼誇張 不會這麼誇張 所以從外圍到內圍 這是第一種衝煮法 然後OK 我們大概會示範三種 然後後面呢 我們用推粉法 剛開始呢 中心點給水 泡泡 白泡泡出來的時候 然後呢 我們往外繞 好慢慢的喔 不用太快 這豆子很新鮮 好 往外繞 然後推到 大約200CC左右 好 推 我們推粉 把粉推到外圍 好 200CC 好 然後讓 水 全部流完 好 可以看得出是豆子非常的淺 烘焙度很淺 OK 好 然後後面100CC呢 我們用小水 用比較小的水呢 好 然後流乾以後呢 給小水 然後中心點 小水 然後慢慢往外繞 這一段呢 不要給的太急 做一點點後半段的甜感 好 往外繞 所以你的粉層不會 太高 好 這樣這樣結束 OK 那很淺的豆子呢 會有 會有時候會 它吃水狀況沒有那麼好 那很正常 因為它本身很淺 豆子很淺的情況之下 或是 養豆其實沒有很長 沒有很長的話 就會長這樣 但是不影響風味 是因為它那個粉 心水的狀況 比較慢 所以你一定要 適度的讓它 一點點浸泡的感覺 這樣你喝起來 會比較好喝 OK 好 我們第一次沖煮結束 好 我們後面呢 還會再講兩次 後面還會再講兩次 再講三種手法 我們後面要講三種手法 然後這是我們第一次的示範 那這種手法本身呢 我剛才示範的是 從外到內 待會我們會示範 從內到外 還有內外均勻的 總共三種手法 所以大家如果 對悶蒸有點障礙的 就平常你會悶蒸 然後講更多悶蒸的細節 如果你悶蒸一直有點障礙 一直覺得自己悶蒸做的不好 或是你的悶蒸 你的粉塵會一直會塌陷的 那你可以稍微 大概20分鐘之後吧 就開始講了 OK 所以我今天會開始講這些東西 好 那就是今天我們做的 第一杯火星大媽的肯雲雅 火星大媽 大家知道為什麼叫火星大媽嗎 很好 很過曝 控制一下 這是火星大媽的肯雅 肯雅 肯雅鬥厚 今天我們才去 愚人節快樂 我們今天沒有開玩笑 哈哈哈哈 我們一切都是說 做素的 OK 做素的 算素 喔 做素 我們有做過婚嗎 有婚嗎 火星大媽我第一次就當客人去喝的時候 我想說為什麼 我就有問她為什麼叫火星大媽 嗯 然後今天才知道 因為老闆娘她年輕的時候 她的綽號就叫火星人 因為她的思想跟那個邏輯都異於常人 所以她就被大家叫火星人 她從火星來的 對從火星來的這樣 邏輯怪怪的 然後隨著年紀變大了就變大媽了 就變大媽 所以她的她慢慢就變成火星大媽 所以她的電影叫火星大媽 其實店蠻有趣的 她蠻有趣的 她老公是做 老公是做 麵包 對然後呢 烘豆絲呢就是老闆娘 對 真的就是大媽 火星大媽在烘豆 在烘豆 所以算是少見的女生的烘豆絲 對可能比較少見一點 對比較少見 然後她的那個咖啡 烘豆雞是那個 哪一台 你說 呃 遠紅外線那一台 我突然忘記怎麼念 德國那一台嗎 沒關係 美國的 對 看我不突然卡到 你看我突然一直在想 Dedric Dedric 被害死了 對不起 這遠紅外線的機器 然後她是烘焙的 因為她有一點遠紅外線的功率上 所以呢她在烘焙的過程之中 其實內外的豆的熟的程度呢 會比較均勻 所以其實火星大媽豆子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很少和那個附近其實一起參加 是嗎 如果你 她的豆子可能 你看起來著色 就是 看起來真的還好 但是其實她淺的程度真的蠻淺 蠻淺的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 很淺焙的豆的話 我覺得你們大家是可以試試看的 對齁 看起來不像咖啡師的大媽 不過讓人覺得很有意思 讓人印象深刻 對沒有錯 其實她的烘焙的經驗也蠻長 大概四五年左右 然後接觸咖啡也是更長 對 那他們一開始就是 小型的私人的烘焙工座系 對沒有對外的 對沒有對外的 然後慢慢慢慢可能口碑 越做越好 然後就開始開店 開店 然後對外 然後做麵包 對然後主要還是在銷售咖啡豆的部分 對然後我們 Elsha她之前去喝肯亞就很驚艷嘛 對 然後接著把我拉過去 我其實之前喝過一次 然後再去喝肯亞我也覺得蠻驚艷的 蠻厲害的 因為那這次肯亞 風味上面 就真的比較 跟大家印象中不太 不太一樣 對 因為一般肯亞可能是烏梅跟番茄 會為主調 對不對 尤其烏梅有時候喝烏梅 大家喝的不太喜歡 但這次肯亞的 比較有明顯的特性在於是 它的烏梅味不重 對烏梅味不重 那我覺得熱的時候呢 有一疊綠茶跟鳳梨 綠茶跟鳳梨 你又曝光了 你要不要挑一下我角度 為什麼會曝光 又好了 欸欸欸 我們太黑了是不是 這樣就不會曝了 OK 就是前半道會有點綠茶 我覺得有綠茶跟鳳梨 然後到了涼的時候呢 有一點蜜梨 蜜梨蜜 所以甜度我覺得蠻高的 我覺得他們家的烘豆子特性 特性就是很乾淨 很乾淨 尤其這兩斤又都是水洗的豆子 都非常的乾淨 對 所以齁那個 我們剛才喝啊 因為我剛才在四組嘛 我們喝也是 無論你沖的再爛 都是很乾淨 所以很比較適合 很喜歡這樣調性的 對 也可以如果你平常喝肯亞 喝到有點怕酸的 其實好的肯亞跟大家講 品質好的肯亞是真的酸味會有 但是甜度也很高的 對 我一定要跟大家人肉色光圈 要保持這樣的距離才不會 才不會 畫面太亮了 所以如果你 沒有喝過很 比較甜感的肯亞的話 是可以試試看 對 因為其實價錢 單買 我跟大家講這個是 如果你單買是有點偏貴 可能平常不會買的下去 對 因為肯亞如果賣到640 對 有點貴 我自己覺得 對 這一支肯亞是 原價640 原價640 我是覺得肯亞640的品質已經算很好了 對 那今天是因為 反正投緣嘛 大媽又可愛 對 大媽其實給我們非常非常好的價格 她給我們兩包嘛 原本是1020 1020 然後現在是720 720 所以還是蠻優惠的 就是如果各位 沒有想喝喝看 品質好又乾淨的肯亞的話 真的是可以考慮一下 OK 好了 沒錯 介紹完了喔 接下來請Elsa跟大家報告一下 她去日本多麼的爽 她去日本多麼的幸運 不 要保持距離才不會一直被亂誤會 我哪有啊 光 閃光 閃光 那個鏡頭也會誤會 馬上都要穿全白 OK 好 繼續吧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今天跟大家分享 大家最近非常關心的那個星巴克爾 在日本的旗艦店好了 在那個中暮黑 那個日本的旗艦店 然後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都想要去朝聖看看 那可能因為她目前為止 剛好是櫻花盛開的時候 所以那邊遊客 超多吧 非常的多 好像 對啊 我去一個人 五天而已 很快就完了 嗯 對 所以你一去就先 教你們戰略 就去就先抽號碼牌 然後抽號碼牌 其實她不會等很久 看起來大牌長龍 那其實還好 那你就下載那個 進去就要號碼牌啊 還沒進去就要抽號碼牌 你就要去隔壁抽號碼牌 才能進去 抽了你要等 嗯 然後就輸入APP 反正她會告訴你 怎麼弄 你多久可以 再回來 再回來 那你就可以進場 然後慢慢逛 然後反正一樓就烘豆 然後二樓是喝茶的 嗯 三樓是賣調酒的 嗯 然後四樓就是有一個 可以交流的什麼什麼地方 嗯 這樣子 然後這位小姐去星巴克 嗯 一樓去參觀 參觀 一杯咖啡都沒喝 對 那證明我的選擇是對的 對的 因為呢 好給大家看一下 我就買了一包豆子回來 因為我看它上面寫 爆掉了 它上面寫 OK可以可以 反正是威士忌過桶 有過桶過的瓜地馬拉 對 然後想說哇看起來很厲害 有點厲害對不對 然後我就買回來了 然後今天我們就去大媽那邊沖 沖了一下 然後我們三個都沒有喝完 都喝一口而已 揍美桶 還真的送給大家 大家要不要喝喝不完的 瓜地馬拉 瓜地馬拉 它還是過 它還是保有星巴克的特色 特色 特色 就是超級深烘焙 超級深烘焙 沒有錯 有過酒桶也沒有比較好 有 就是還是深烘焙 就還是深烘焙 有一點點像不同味的深烘焙 所以可能有特定對象會 會喜歡這樣的味道 也有可能 對啦 有可能 對 對 反正就去了嘛 就買回來試試看 今天原本想要給大家抽獎的 後來想一下 對 後來後來後來覺得 算了 大家還是抽別的 對 這是我其中有買一個這個 然後還有買一個 有點怕怕的 這個我覺得很值得買 如果有去的話 可以買這個 你看它多爽 好羨慕 去最美的星巴克看櫻花 而且還沒有喝到星巴克 對 這是星巴克出的那個限定 他們店裡面限定的杯子 對 新訂款的杯子 那我覺得顏色非常的好看 然後也比較特別一點 嗯 就買了回來 這是拿來喝 喝清酒的 蠻適合的 我是想要買來拿來喝酒 因為它是有一點那個 它的塗層 有點金屬色 嗯 感覺起來喝Loku 應該是不錯 對 Loku拿來 你看 有大片這樣 有像有像 蠻好看的 有點金屬塗色 然後它的下面是這樣的 上面圓下面有點這樣 造型是方的 還蠻好看的耶 好看 因為比較少看到這個 一般可能都是保溫杯啊 難不住想喝 或是什麼 隨行杯啊 算了 我還要開車 所以有去可以買這個 現在 喝酒不要開車 不行不行 會被 被警察抓 跟親朋好友說 我好可憐我被警察抓 親朋好友說 你白癡 活該死 好 這樣就要喝 好好看 蠻酷的杯子 蠻酷的這樣 講完那個 大家很關心的 星巴克 進去 會被趕出來嗎 不會 只要進去你就可以 不消費也可以 就是 參觀就好 就是星巴克的風格 你也可以進去參觀 隨便你要待多久 沒有人會趕你 然後你也可以 在那邊睡覺 睡 睡 睡覺我就不確定了 然後他的那個麵包 是那個 跟義大利家 烘焙 我忘記他的名字 但麵包也很好吃 都是現做的 所以麵包是可以吃的 麵包可以 就是不要喝咖啡 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 OKOK 好沒關係 但糖酒還不錯 看個人 看個人 調酒好喝 OK 那還是可以的 各位聽懂了 公約都跟你們講了 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可以做 我覺得排隊的時間 是還蠻值得 而且週末黑那一代 很好過 所以你也不會 先可以逛 他會叫你 對 聲音真的好難聽喔 不會啊 你聲音現在很迷人 對 有點重感冒 OK 好 那因為我去五天 所以其實去了很多間咖啡店 所以我就 選了五間跟大家分享好 我覺得你一定要去 或是去不去 會有點可惜的店家 然後第一間我想要跟大家推薦這家 超可愛 這家 我想要 有沒有人去過 叫做什麼 我也不太會唸 Coffee Ma 這家叫什麼 來朋友們 我幫你拿 我看一下 Mam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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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日文不知道怎麼唸 混日文的 Mamiya 這個袋袋也好可愛喔 我在原宿站下車的 他就是一間 原宿 我在原宿站下車 他好像在往 在 然後他裡面 他就是一間小小的 非常小的店 然後他有點像 你要掛號問枕的感覺 真的 你就排隊 他就只有一個櫃台 然後大家就排隊等 然後前面就有兩個非常專業的咖啡師 那你就上前 他就會開始跟你介紹說 我們是賣豆子的店 那他們家是 精選是全世界八家 烘焙店 有北歐的 有香港的Coffee Room 然後日本當地的烘豆商 總共八間 他是更加進豆 對 他就挑 他們喜歡的豆子 他喜歡的八家精選豆 還有那個 墨爾本那一家 Coffee Black 然後都是 所謂的第三波精品咖啡豆 然後他就會問你說 你平常喝什麼 喝什麼豆子 然後喜歡什麼樣的風味 他就會開始幫你問枕 然後介紹 問枕 或是你想要喝 你想要單喝也可以 但他主要就是 以賣豆子為主 他有位子做嗎 他沒有位子做 馬妹呀 Coffee 馬妹呀 馬妹呀 謝謝你 這一間 然後你就問枕我 馬妹呀 我跟你講他們的氣場真的是很 很強 就覺得這樣 素然就想這樣 伊斯蘭請問我今天要喝什麼 他們那個專業跟那個 對咖啡的 了解 你會在旁邊看的 覺得有點入迷耶 因為是非常投入的那個精神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 真的是咖啡迷 或是 會說英文嗎 會會 因為他英文很流暢 日文很流暢 日文不行 你知道可以講英文嗎 歐美人很多排隊 對 然後亞洲人也不少 對 然後 我就問著問了半天 我就跟他講說 我想要比較特別的風味 平常喝不到的 這樣 然後我就買了兩包 我看他 然後他就幫你寫一個問枕卡 問枕卡 我看到裡面超好笑的 給大家看一下 超好玩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去可以 我覺得第一家可以去這個 我覺得很有意思這樣 這個 對 問枕卡 他還有告訴你粉水筆 對 還有時間 粉水筆 時間 建議的充足數據都給你了 對 沒錯 有人 有人寫 有人去過了 你看 然後我買的是北歐那家 Coffee Collective 然後他告訴你 烘豆機是哪一個 用哪一個烘豆的 然後他這家店的歷史介紹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這家很推薦很推薦 很有趣 然後他也有 當然有產區資訊 對 產區資訊 很基本的資訊 好好笑 問枕欸 問枕 然後我覺得 他們的態度是 他們進來都想要先幫你把個麥 好想喔 好想喔 被他拔一下 嗯 你缺肯亞 先來兩杯喝一下 好酷喔 OK 在原宿喔 我在原宿站下車 你要不要喝個水啊 你喝酒好了 不行不行 他要喝水 然後 然後要 就大概走個15分鐘這樣子 對 讓Yosa喝個水 所以這間我很推薦大家 身為咖啡迷 你不要去 你不要去 很特別的體驗 問枕咖啡屋 問枕咖啡屋 超帥的 對 好 這是我第一間想要 第一間推薦的 Coffee Mam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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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音節什麼嗎 音節什麼嗎 反正叫做 M-N-A-N-E-Y-A 好不好 這給大家看一眼 好不好 好 我知道是顛倒的 管你們欸 自己回去想辦法看 很用心的卡片 對 問枕欸 開玩笑 你先去先幫你寫 要單 開要單 對 好 這是第一間 第二間我想要推薦的是 Littlenap Littlenap在那個黛黛木 嗯 靠近公園的附近 然後如果你去Littlenap 你就可以跟那個 福格林一起去 嗯 他們是在同一條路線上 然後這兩家也都是走淺培路線 然後 後面就有電車 我覺得在日本喝咖啡 看電車好像 很 很 很容易 這樣子 很多電車咖啡館 對 電車咖啡館 像那個 Onibus在中木黑那間也是 然後這間也是 他店也是小小的 然後老闆酷酷的 嗯 然後也是 你就點咖啡 然後 拿到外面 外面的位置 面對公園這樣子 喝咖啡 我覺得是很 很棒的 很悠閒的行程 這個季節又舒服 然後就連著福格林一起去 然後我昨天有分享 福格林在那個 那個前草那邊 有開一間新的店 那他是跟那個 膠囊旅店合作 他是九小時的膠囊旅店 嗯 真的 真的只能住九個小時 嗯 夠啦 剛剛好啊 我本來想要住住看 然後後來因為我 我退步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你要 不管你住幾天 他都要check in 再check out 再check in 再check out 就是你不能連住 對 你只能住九個小時 那就出去 對 必須要先出去 然後再進來 所以我覺得有點麻煩 嗯 但他九個小時 價格便宜乾淨 然後下面又是 咖啡店 嗯 風格林這樣 所以 這兩家是 我也很推薦大家 去的話 不可以錯過的一家 好 我的內容 可以把它關掉這樣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要再推薦另外一家 現在我們去那個 清晨白河那一區好了 清晨白河那一區呢 他本身 我有去一家 咖啡店 他就給我一個手冊 他上面就跟你講 如果你是咖啡迷的話 你就去拿幾間 嗯 然後如果你想要吃點心 然後又喝咖啡 又去拿幾間 在旁邊 很旁邊的手冊 然後如果你只要去一間呢 因為清晨白河那邊有 Blu Bottle嘛 嗯 對 然後Opress 然後還有 Sunday Zoo 或是像 Rice 都在那一邊 但我最喜歡的是 The Cream of the Crop 嗯 它是一家烘豆廠 那個 今天看到的 對今天看到的 我送給那個 送給火星大媽 對 它是一家烘豆廠 然後 所以它是以烘豆為主 然後裡面就只有 老闆在手沖 他沒有意識 他只有手沖 就貓咪頭嘛 對貓咪頭 然後它的咖啡風味也是 我非常喜歡的 今天喝不錯 乾淨 然後甜 然後就是 反正因為烘豆廠嘛 就是很 很隨性的 這樣子 就是你去清晨白河 可以不用去 去膩了 Blue Bottle 或是Opress 你可以去 這一家的Cream of the Crop 嗯 就是非常好的意思 反正這兩天你給我寫吧 你寫了沒有 我還沒寫 慢慢寫 這幾天 如果你們沒有聽得很明白 Elsa會 在它的專頁上面會寫 會寫 我不用緊張 我會陸續再跟大家分享 我最喜歡的 幾家 店這樣子 不錯 今天喝的蠻好的 乾淨 然後我有買豆子回來 嗯 然後最後一家呢 也就是我今天想要送給大家的 它在南青山 嗯 它叫做這家 它叫做 它店名很可愛 叫Little Darling 它就是一個遊樂園 嗯 它是你進去 它是一個大草坪 嗯 你會想看到大草坪 然後有小朋友在上面打滾 有溜滑梯啊 嗯 然後有露營 然後它右手邊是那個花 賣花的 嗯 然後再走進去才是 Little Darling 它也是自家烘焙店 嗯 那我覺得它是日本比較 少看到的大間的 因為我們去的都是 小小間 迷你迷你可愛可愛的 迷你酷酷的這樣 那它是大間的 然後我覺得它是屬於潮流店 嗯 然後還有賣 掛包 有炸的 有甜的 然後有賣現壓的冰淇淋 嗯 然後咖啡也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 現在我們用的那個 豆奶 豆奶叫什麼 燕麥奶拿鐵 所以它的選擇也是非常非常多 然後可以讓你在裡面很潮 我覺得它有點像韓國的咖啡店 讓我覺得是日本 然後我也很喜歡它的豆袋的包裝 就是用照片 對 蠻帥的 很有個性的一家店 對 然後你們也可以follow它的IG 我覺得它的視覺 都很厲害 是識別做得很好 嗯 然後這個也是我今天想要送給 大家的一個小小的禮物 我要送這一包 是伊索比亞 嗯 它是水洗的豆子 所以今天如果是前20組 訂購的話 我就會馬上 火星大媽的喔 抽出來說你可以再得到這個 我從日本帶回來的豆子 OK Litle Darling 我很推薦大家去 它在南青山那一區 嗯 好五間 五間就這樣結束 OK 然後我會再慢慢 分享 粉磚 粉磚 嗯 用圖文的方式 OK OK 辛苦你了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感冒講得好爽 有點 我在旁邊就 摸摸的 看來有傻的慢慢講 快呼吸 它鼻很重 你知道嗎 後面已經到它的呼吸 不好意思 好辛苦喔 會怕傳染給它 傳染給我 所以我一直 三圓一點 要不要戴口罩 沒有啦 感冒還沒好 還是分享蠻多 有趣的店給大家聽 其實日本咖啡店真的非常的多 很多很多 日本咖啡店非常的多 所以當然 碰壁的也很多 就是踩到雷的 踩到雷的齁 有些店 我自己喝覺得 一般 一般 不一定有名就一定最好 真的不一定 對 當然 所以齁 我覺得他們的店都在水準之上 當然 你就推薦當然不錯啦 呃 對 對啦 他有推薦 就是有 如果你相信Elsa的品味 就跟著她的腳步走 這其實是最準的啦 對 你相信哪一個人 譬如說你相信學長的品味 你就跟著腳步走 基本上不會搓太多 嗯 對齁 所以也不是說誰的品味比較好的問題 是 是不是跟你比較 tempo比較合啦 對 那當然去日本也不要錯過他們那種很傳統的吃茶店 對 老吃茶店 超有趣的 還是要去啦 OK 好啦 那Elsa介紹了五家對不對 星巴克的景很好 超久也不錯 景很好 然後還有其他四家 其他四家都不錯 OK 好啦 那我們今天Elsa的部分就到這邊為止 待會兒要跟大家分享那個 沖煮的部分 沖煮的部分 OK 好那個 我們今天 留言 火星大媽 就可以抽 兩包豆 OK 我們待會兒就會抽出來了 對 直播結束就會抽出來了 因為這樣也蠻快的 OK 所以留言火星大媽的話可以抽兩包豆 然後今天我們的 今天 團購豆 是火星大媽提供的 很蠻厲害的肯牙 非常優惠的價格 很好喝的肯牙 就是乾淨 然後有一點綠茶 鳳梨 蜜梨 可是要先說 我們今天團購禮拜三結單 下禮拜一才會發 下禮拜一才會寄送 因為碰到連假 所以物流也不上班 所以我們就 下禮拜一才會陸續配送 禮拜禮拜二 OKOK 所以這次火星大媽加 這肯牙加韓杯啦 兩包豆 就是水洗的豆子 七百二十塊 滿划算的 OK 我們上一次那個 陽光下 那個價錢也是差不多 是六五折到七折 對 這次也差不多七折 沒錯 也是很好的價錢 然後上次陽光下的豆子 已經很多人 二月喝到現在 很多人已經喝完了 已經在敲完了 學長學長 陽光下有沒有在賣豆子 OK 我們會慢慢的換 因為我們要養豆嗎 我有 你說 你說 因為我今天有特別問他 他說 你買了 你看他上面 他有寫烘焙日期 他說基本上 肯牙隔一天 就已經可以喝了 但這兩隻 他的風味開始發展最好 是三天後 三天之後 所以你就看烘焙日期 三天後就可以開始 慢慢享受 陸續喝了 對 那我是建議大家至少三天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三天慢慢喝 我估計是 七天之後是最好喝 我猜啦 因為我剛剛沖的時候 他豆子是蠻淺的 會比較硬 所以如果到七天的時候 估計你們沖起來會最好沖 但是沒關係 我大概是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的沖法上面 覺得哪個沖法比較好沖 所以不用緊張 OK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他們樹林的店走一走 沒錯 蠻好的 是不錯的店 然後如果喜歡的話也可以 可以 糖果豆子 我們也是限量一百包 對 一百組 那賣完就沒有啦 那其實大媽還有特別說 肯亞的粉水餅 可以高一點點 可以高一點 1比15、16 然後水溫是90到92 然後伊索比亞是1比15 水溫可以抓在88到90 稍微低一點點 OK 所以就還蠻貼心的 把數據都給我們了 OK 那我剛剛沖確實 其實肯亞的風味蠻飽滿 所以你稍微沖1比16沒有太大問題 OK 好 一定 看是不是 頭號粉絲 神手 他想要抽 你是不是想要抽LITO DALLE 你想抽LITO DALLE 他很強 我跟你講 他如果是前20名 他抽到其實超高 我跟你講 這個如果 好吧 如果你們有心送的話 就先訂 下次你要買樂透 跟他合股 跟你合股 跟你合股 我們買2萬塊樂透 慕容其妙不用上班 不用開直播 我想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 就以後我們直播會 那個Level Up 喔 會啦 我們目前在有新的計畫 以後直播會有更精彩的 還有畫面 還有場地什麼的 我們都在升級中 OK 升級中 專業的 再給我兩三次直播 OK 然後我們現在廠商已經那個 我們現在廠商已經拍到五月多了 就是我們 想要找我們了解 技巧細材的啊 對不對 我們已經拍到五月多了 所以如果各位廠商 覺得我們直播好看的話 就繼續來 趕快來找我們 要不要拍到八月了 OK 你看是不是Catty超想要 Catty讓一下啦 讓一下啦 她如果抽到 我要 我不要再跟她賭 我上次跟她賭了一把 差點嚇死 惡心素你不能賭 不能賭 機率太高了 OK 好了好了 我們開始充足了 好 我們開始要玩那個 示範 我們開始講悶蒸的部分了 OK 要不然 Yosa今天喉嚨比較不舒服 我們不要拖太久 OK 好我們開始講悶蒸的部分 我們今天 悶蒸除了以V60為主之外 其實任何的錐形濾杯 都是一樣的 悶蒸的邏輯 OK 所以不是只有V60可以 反正是錐形濾杯都可以 提醒濾杯的話 我們改天下一次 我們再跟大家講 錐形濾杯的悶蒸法 好 好 不是 錐形濾杯的悶蒸法 下次再講T型濾杯 或是蛋糕濾杯 這個悶蒸法呢 蛋糕濾杯也不是非常適用 所以就是錐形濾杯 就是V60 Corno 花瓣濾杯 客氣客氣 然後那個 炎夏四季 這些全部都是錐形濾杯 都可以的 OK 那我們要先了解一下 如果我們要做悶蒸 要怎麼樣能夠成功 我跟大家講 最大原則就是 哪裡粉多給的水就多 邏輯很簡單 可是粉不是都會拍平嗎 我知道拍平對不對 你拍平以後看起來是 你的粉是都是一樣多的 但實際上呢 因為它是錐形結構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這外圍這兩邊的粉 就外圍 它從這邊切出來的外圍的粉 就只有大概中間的一半左右 對不對 所以外圍的粉只有中間的一半 對不對 所以很簡單 中間的水 是不是要跟外圍比較起來 要變成兩倍的水 對 因為你水多 粉多的地方就水多 對不對 所以假設 學長我喜歡充足的悶蒸 比例是多少 1比2 所以我20克的粉 就要悶蒸4CC 15克的粉就悶蒸30CC 這是1比2 OK 1比2基本上是很好悶蒸的 所以我們想像一下 如果你要悶蒸40CC 中心點的水 是不是外圍的兩倍 對 中間的水是外圍的兩倍 哪會懂啊 就是如果我們中心的給水 是外圍給水的兩倍 那是不是 假設外圍給1CC 裡面是不是要給2CC 因為裡面的粉比較多 對不對 外圍1CC 內圍是不是就是2CC 對 那我們如果這樣子除以40 40除以3 是外圍大概13CC 然後內圍大約是26CC 嗯嗯嗯 就這麼簡單嘛 就除以3嘛對不對 所以呢 中間26CC 外圍13CC 這樣子的比例 你基本上不會失敗 哦 為什麼是 因為1比2 1比2啊 因為中間的粉層 跟外圍的粉比較一樣 中間大概是兩倍的量 因為它很厚嘛 對不對 這樣聽得懂嗎 OK齁 中間兩倍外圍一倍 所以如果40CC的水的話 斷了 有有有有回來了 沒事沒事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不要緊張 把腦袋擋 有人說你感冒腦袋擋起 一點點啦 他真的是有點擋起 他很認真啊 對不對 OK這樣聽得懂齁 所以外圍 整個爆掉 OK好 我靠近一點 所以外圍 假設如果你今天15克的 嗯 如果15克的 15克的粉 你是不是要用30CC的 30CC的水來悶蒸 嗯 那更簡單 中間20 外圍10 OK OK這樣了解 嗯 40CC就是中間26 外圍13 這樣懂嗎 這樣應該很簡單 懂嗎大家 懂啦 大家自燒 他都沒感冒好不好 OK齁 所以呢 這個邏輯如果懂的話呢 那我們就 他最簡單的概念就是 那怎麼樣做那個呢 怎麼樣做悶蒸 我跟大家講就是 有三個方法 我跟大家講齁 簡單跟大家講 大家等一下看畫面就知道 哇 整個好爆喔 這樣子 你以後不能兩個都穿黑色 對啊 OK 我會戳啊 我會脫衣服啊 這樣會比較好嗎 應該會喔 這樣會不會比較不爆 不好意思齁 換個衣服 一直爆啊 Yosa那邊很尷尬 欸主播脫衣袖 沒人要看 OK好 你偷光可以看一下 認真 OK好 這樣不會爆了 清楚齁 OK好 這樣很清楚 我們如果中間要三分之二 外圍三分之一嘛 對不對 那我們有三個方法 跟大家講 三個方法呢都不錯 第一個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OK 中間點你給1秒 2秒 3秒 就是中間不要動喔 完全不要動喔 中間給誰給1秒 2秒 3秒 往外繞到最外圍 再回中間點一下 嗯 聽懂嗎 聽懂嗎 這樣子就是40cc 原則上差不多 當然不是說超級大口徑啦 原則上就是中間點 1秒 2秒 3秒 往外繞 再回來 點一下就抽起來 嗯 這個就是 中心3秒 3秒法 中心3秒法 聽懂齁 這第一種手法 中心1秒 2秒 3秒 往外繞到最外圍 再回中心 點一下 就是40cc 然後他就是中間2外面1 這樣懂齁 這是第一種手法 第二種手法就是 內外均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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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中心點 給 往外 慢慢的給下去 隨大一點點 給下去 然後慢慢的往外繞 再往回來 回中心點 這樣也是40cc 這樣齁 但是你要繞得慢一點點齁 慢 待會我們都會示範 慢一點點 第一次是停3秒 第二次是內外均勻 但是呢 中間跟 最後還要回來中間 還不行了 然後第三種方法就是什麼呢 從內 從外到內 就從外圍開始繞 一圈 兩圈 回中心 然後就看人的磅秤 到40cc為止 才收起來 這一定保證是不會 失敗 不會失敗 從外圍 一圈 兩圈 然後回中心 然後一秒兩 不用看秒數了 你就看棒秤 你就 不要怕 就看棒秤 讓他流 流到40cc就結束 為什麼看棒秤要怕 沒有 你就不要想 不用讀秒數嘛 你看棒秤一定是準的啊 對不對 這樣懂齁 這三個方法 都可以讓你完成門針 OK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示範OK 好 然後我們後面的搭配 都是搭配那個推粉法 但是後面不是我們今天重點啦 但是 如果你回去煮那個 可能有人煮整理看 每次 每次都有很棒的 很優秀 的粉絲 OK 超優秀 然後那個 該說哪裡 我們推粉法的部分 如果你回去 你今天有買豆子 那你不會煮火星蛋罵豆子 它豆子比較淺 你用推粉法 基本上我跟大家講 好喝乾淨沒問題 OK 那要學推粉法 推粉法 OK 好那我們現在看 比較淺 如果你沒有經驗 推粉法基本上是好喝的 乾淨的 而且風味是沒問題的 如果你要中心駐水法 我跟大家講 會比較難沖 因為它很硬 所以用建議用推粉法 OK好 我們先來秤豆子 好啦開始喔 正式開始 水要再加熱嗎 好幫我加熱一下 OK謝謝 這個 這個 幫我加一下水好不好 OK我先來 先來秤豆 我們先沖 可以好不好 先沖可以 感謝小老師 真的是真的是 好心有好棒 呵呵呵呵呵 真的很棒 幫我們整理了 OK 好 那我們沖 20克的豆 20克的豆 就是40cc的水 20克的豆 然後水溫不用太高 90度左右就很好了 不用到95度 不要為了悶蒸 其實悶蒸90度就很OK了 不需要為了悶蒸做不好 然後一定要弄到90 90幾度 不用不用不用 90度就可以了 OK好 開始沖煮 好 來調一下鏡頭囉 好 好我們來看 調鏡頭 好 這樣清楚齁 好 這邊來削一個 好 高一點 好 我去磨豆子 馬上就開始 好 好 這是20克的豆子 OK 然後研磨度呢 我是用哈利歐的磨豆機的26 比平常的稍微再細一點點齁 細一點點 因為它豆子比較淺 所以比較不吸水 我用稍微比較細一點點的 的豆子 OK好 欸 擋到我 OK好 這樣子可以齁 那鏡頭擋到了齁 OK好 這樣喔 推進來一點 OK好 這樣子 好 注水完悶蒸幾秒 悶蒸30秒 悶蒸30秒 悶蒸 悶蒸30秒 悶蒸30秒 悶蒸30秒沒有一定啦 但是如果是淺烘焙的豆 香氣你想做足點 悶蒸30秒是很好的選擇 好 我們大概水溫是92度左右 沒關係 9192都沒關係齁 好 那我們準備開始 我們先做第一個 中心三秒法 中心三秒法 OK 好 按時機 time按下去 好 中心點 讀秒 1 2 往外 繞兩圈 回中心 38顆 38顆齁 這樣懂齁 所以基本上呢 你可以看到粉塵的 濕水狀況 剛開始你會覺得好像沒有很膨 但是你過個5秒鐘左右 它就開始膨脹的很顯著 OK 所以這中心 不要怕 中心點3秒鐘 1 2 3 往外繞兩圈 最外圍不要繞齁 最外圍一點點不要繞 繞兩圈回中心點 點一下就好 就是40CC 這是第一個手法 叫做中心 三秒法 然後 後面的推粉法呢 就是 悶蒸30秒後 中心推粉法 好 水給下去 好 水不要太小 泡泡出來 看到了嗎 白色泡泡出來 然後呢 水稍微 正常 大 中水柱 把我的粉塵 往外推 往外推 大約沖到 200CC 好 200CC 讓它流乾 讓它流完 200CC 所以它的水位比較高 200CC以後呢 然後最後一段 水用小小水 好 用小小水 好 等它流乾 從中心點開始 小小水 好 然後呢 慢慢的 往外推 小小水 然後做 把甜感做足一點 好 然後你會看得到 因為它 豆子非常的淺 你會發現它吃水狀況呢 會比你一般中培的豆子 來的不顯著 OK 300 所以呢 如果感覺起來 一點點水浮在你的粉上面的話 這是正常的 不會影響它的風味 因為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才會吸到粉 豆子裡面 所以你也不要太緊張 就是這個狀況是很正常的 然後呢 這樣子 原則上不會失敗 OK 好 這是第一次的做法 好 你要接著示範嗎 接著示範 OK 然後我們直接示範第二次 好我們直接示範第二次 我們就是 內外均勻法 OK 風味很正常 我們現在進行第二次示範 內外均勻法 好 我們換一隻豆子 我們換一隻豆子 OK 好 那等一下水 好等一下水 好我們第二次呢 我們做內外均勻法 內外均勻法 我們換另外一隻 喊 喊 伊索比亞給大家看 這是這個嗎 這是肯亞 好我們現在換第二隻 伊索比亞給大家看 好 然後我們一樣 變數是一樣的 那我們這次就 悶蒸的部分不太一樣 好 好 內外均勻法 好 我們以 前次都是一樣的 OK 豆子下去 這是伊索比亞 也是活性大媽的 豆子也是很淺 好 OK 好 然後我們現在要示範內外均勻法 內外均勻法的給水 不要那麼小 可以稍微大一點點 給水可以大一點點 然後我們從中心點 下去以後呢 就往外繞 繞完就回來 水稍微大一點點 不要緊張 好 現在開始示範了 內外均勻法 好 好 內外均勻法 水大一點 不要緊張 剛開始給水大 往外 繞回來 剛好也是38 所以內外均勻法的特徵 就是什麼呢 給水要大 水不要太小 太小的話呢 你內外均勻法的話 你的那個不夠 你的水量會不夠 所以你看 現在膨脹狀況很好 對 對 他吃的狀況又很好 所以三秒法 如果你是給水 習慣比較小的 你可以用三秒法 如果你給水的習慣就是比較大 或是你的手沖壺 本來就是比較 口徑比較大的話 你可以用內外均勻法 好 悶蒸狀況都會不錯 這是第二個方法 原則上兩個都很OK 好 然後呢 現在 一樣悶蒸30秒 然後我們一樣推粉 一樣推粉 好 中心點 這給大家看一次 白色泡泡出來 然後呢 往外 沿著 把泡泡往外推 推到最外圍 推到高高的 再往回中心點 好 200cc 200cc 讓它流到乾 OK OK 好 等它流乾以後 最後一段呢 給小水 看有人幫我們做筆記真好 對啊 好學員 對 好 小小的繞齁 最後一段 小小的繞 水位不要把它 爬太高 然後呢 沖到300cc C 好 結束 好 這是第二個 內外均勻法 內外均勻法 其實適合水比較大的 如果 三秒法適合水柱比較小的 OK好 這是兩種方法 好 我們來做第三種 好 水幫我倒一下 好 我們現在做第三種 第三種呢 是由外到內的方法 今天是要選嗎 嗯 好 由外到內的方法呢 我現在用我的豆子 剛剛是用火腥大嗎 因為我豆子沒有這麼淺 所以呢 效果會有點不一樣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都用不同的豆子試試看 對 好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次 那個團購的活動 不管你本來就是 火腥大媽的粉絲 就是有 也划算 也非常非常的划算 對啊 或是你想要試試看 淺焙的豆子 然後我是因為喝到覺得 很好喝 所以想要推薦給大家 這樣子 然後如果有機會也可以去 他們在樹林的門市 跟大媽聊聊天 他也很樂意跟你分享 沖咖啡啊 或是咖啡豆子 的 的話題 OK 好 我們現在做第三次 就是由外到內 好 由外到內其實 相對來說 第一次是由外到內 不是啊 由內到外 第一次是由內到外 第一次是中心三秒 然後第三次是從外圍 OK 好 這是我的豆子 這是我們家的 的豆子 也是 OK 但是呢 我的豆子就沒有那麼淺 就 焙度會再會深一點 OK 那從外到內呢 就是 從外圍一圈 兩圈 回中心點 然後就看 磅秤 就看你的電子秤 然後到40cc的時候就關 就停 所以這個方案 如果你是那種 對數字很有潔癖的人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因為它基本上是不會 沒有錯誤的 OK 好 好 開始了齁 好 從外圍 好 一圈 兩圈 回中心 給到40為止收 就這麼簡單 從外 從外好不習慣 外 兩圈回中心點 然後原則上你可以看 後半段它是不是 現在在膨脹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由外到內 這個方法也是40cc 絕對不會錯的 所以可以看 如果你 悶蒸狀況好的話 泡泡會很 很勇 那有外到內 跟有內到外差 其實基本上悶蒸效果都不錯 這三個方法都是可以讓你悶蒸很容易成功的方法 所以悶蒸就是讓它排氣 讓它排氣 讓它排氣 排氣 然後粉塵的結構 會形成一個比較適合水通過的結構 不會過分緊密 也不會過分鬆散 OK 所以它的功能在這裡 OK 好我們開始 後半段了 好 好一樣 好 白色泡泡出來 然後沿著白色泡泡呢 往外 落 到最 外 圍 它我的豆子比較吃水 對不對 豆子焙度稍微深一點點 對 所以它就會比較吃水 這就是 豆子焙度的關係 沒有關係 好 到300 200cc 好 200cc 可以看著說我豆子的吃水狀況就會比較顯著 但是呢 跟風味並不直接相關 豆子雖然會可能比較不吃水 但是呢 如果你的給水正常 讓粉跟水有正常的接觸的話 一樣會好喝的 OK 好 然後我們來看 後半段我們一樣用同樣的手法 小小的水 好 然後往外 烙 好 沖到300 白 回中心 好 結束 好 三種說法 都看得出來 我的豆子焙度比較高 是因為我的豆子焙度一定比較深 對 所以膨脹的狀況很顯著 但是實際上呢 淺焙豆子本來膨脹狀況就沒那麼顯著 所以這是很正常的 OK 好了 各位這樣 我用這個粉呢 再最後跟大家再複習一次 OK OK 好 這是我剛才的殘粉 好 我們再複習一次 好 第一種 中心三秒法 好 這樣 一秒鐘 兩秒鐘 三秒鐘 往外 繞回 中心點一下 嗯 這叫中心三秒法 了解嗎 這是第一種 然後第二種 這是 內外聚運法 給水要大一點 內外聚運法 OK好 這樣 給大水 大水 往外 繞回來 不停 這叫內外聚運法 水要大 嗯 這兩種差別 一個是有停留三秒 第二個是前後都沒停留 但你水一定要大 好 第三個手法就是 外圍到內圍法 好 至少外圍兩圈 給水 一圈 兩圈 中心點低到40cc 收 三種齁 這樣很清楚了吧 各位 不要再說你悶針不會了 這三種你做得對 悶針不是太大的問題 OK 那我可以問問題嗎 可以你問 那這三種有沒有比較適合哪一種 培度 或是 豆子 或是什麼 其實沒有特別一定是哪一種培度 但是主要是看你的給水 所以如果你是那個 我就跟你說 如果你是給水比較小的 就是習慣性的給水比較小 對 那你可以用第一種手法 三秒法 中心三秒法 因為你這樣子很順手 對 那如果你的給水本來就很大 如果你給水很大的話 你用中心三秒法的話 容易把中間的粉塵沖散 所以如果你給水比較大的話 建議你用那一碗均勻法 對 那第三種手法呢 就是都可以 OK 比較沒有差 比較沒有差 對 那是如果你看 很不喜歡看那個泡泡湧出來 因為第三種手法 泡泡有很多會湧出來 那你如果不喜歡第三種手法的話 你可以用前面兩種 但三種手法都可以把悶針做好 OK 所以只要保持這個原則 基本上你是悶針不會有太大問題的 不要再說悶針怎麼悶 怎麼繞 重點就是中心兩倍 外圍一倍 這個原則做好 基本上你就可以做好悶針 中心兩倍 外圍一倍 跟著粉多的地方走 OK 這個原則做好 其實很多手法都可以做好 那我剛才介紹的三種手法是 當你學會以後呢 你就悶針時間都一樣 我都給30秒 沒差 沒差 沒有差 我都是給30秒 那他中間會不會有點差別 我覺得有點差別 但是 隨著豆子的不同 我很難跟你講 哪些差別會很顯著 這三種都是可以把門針做好的手法 OK 好 這樣大家理解了 今天講的蠻詳細的 三種 門針就是要抬氣了 對 如果你回去就練練看 三種手法 你覺得哪一個對你最順手 對 那你們家的豆子和磨豆子 哪個手法最舒服的 基本上你就用它就對了 你也不用學三個 你就只要學好一個 但是 只要三個學好一個 你就可以做好了 OK 好了 今天 最後最後 最後了齁 那個我們 再留言一下 我們大家要抽獎了 好不好 各位如果有火星大嗎 我們馬上就要抽獎了 OK 再給大家聊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組合 OK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這是喊杯啦 一半棒的喊杯啦 你們點進去那個訂購單 有詳細的 豆子的介紹生產履歷 它的產品 這坑亞 坑亞是 這邊 這邊 坑亞 嗯 兩隻都是 因此坑亞跟坑亞 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 我感覺有點中標 你看 真的 不會這麼強吧 他感冒我訂購很強 就跟你講吧 我很好 不要煮 我剛才從煮時間 大概兩分十秒左右 兩分十秒 連悶蒸 就是兩分十秒 我沒事 我沒事 我很堅強 OK 如果各位喜歡 剛好缺豆子的話 兩包 六百 七百 七百 七百二好不好 各位 非常優惠的價格 三天 限量 三天48小時 好不好 一百組 上次那個陽光下鐵齒的 沒有訂到的 不要怪我們 OK 很好喝的坑亞 蠻厲害的 這坑亞真的是不錯 六百五十 六百四十塊的坑亞 可以想像一定好喝 對 是不錯啦 然後這次還算是 也算是買這包送這包了 對 然後前二十組再送 再抽這一包 對 前二十組後 那個Catie 不要 請高台貴手 我的獎品都被你抽光了 所以大家 放心 我們最近已經談了非常多商務合作 你們有非常多獎品可以抽 真的 很期待喔 真的跟大家講 我自己看完獎品都覺得 嗯 今年應該抽到熟了 你們可以抽到的 Catie快抽到成整組了 你們千萬要阻止她 抽到可以開咖啡館 快抽到整組了 OK喔 最後兩分鐘給大家留言 我們等一下要抽獎啦 好不好 好 那今天的Elsa的五間咖啡館 她這幾天會不會陸續的 在PO在粉專上面 對 很多想要跟大家講的 對 很多 照片 比較可以講的 我活蛋了 我喉嚨真的傻眼 真的假的 沒事沒事 OK 可能是我太high了 然後三種充足法 OK 如果各位 我明天PO一下 影片好了 好不好 我以前有做影片 我明天再把影片分享給大家 三種充足法 悶蒸的不失敗悶蒸法 好不好 OK 那各位就可以把悶蒸練好 悶蒸如果練不好 跟大家講 V60真的不容易充好 V60很吃悶蒸 OK 好啦 我們要抽獎了好不好 來抽吧 好 我們要抽獎了 不管你們啦 所以 待會我就跟你講 完蛋了完蛋了 中標 好 我們就一樣 讓老規矩從你那邊開始抽 好 我這邊有四百個留言 四百個 那我那邊看到嗎 四百個 四百個 我以為下週換我停播 我看一下Elsa的 我覺得中標完蛋了啦 你們不要這樣害我 許家翔說 今天是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愚人節啊 他說愚人節現在都變成情人節 為什麼 因為可能 一直很多人在告白 被告白 被告白啊 我們跟誰在一起是不是 可能想要借機告白 然後如果被拒絕就說 啊愚人節啦 這樣 那不是 那不是之前有人說那個 如果今天有任何人跟我告白 我就讓他愚人節 過了一個月變清明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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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狠喔 是不是 今年你想過愚人節 明年有讓你過清明節 哈哈哈哈 對不對 誰想耍我呢 哈哈哈哈 注意喔 注意喔 小心被 還要快結束了 那還是過愚人節好了 過愚人節就好 不要小心過 不要過清明節喔 所以不曉得今天大家有沒有 因為愚人節被整 或是整別人 那我今天看了好多很好笑的 像伯克萊不是有任意們嗎 什麼任意們去哪裡 就伯克萊不是 伯克萊在伯克萊的網站上面賣任意們 小叮噹任意們 小叮噹任意們 這麼酷 我要笑死啊 這些企劃 懷孕節 懷孕節 不要 就是很多人說我懷孕了 懷孕任意們節 是喔 這好亮喔 對啊 我覺得那個伯克萊的蠻好笑的 什麼什麼 伯克萊啊 就是他那個啊 伯克萊就是賣任意們啊 然後就是小叮噹任意們啊 很好 我還有竹青瓶的 還有賣那個翻譯蒟蒻 翻譯蒟蒻是什麼 就是小叮噹的一個道具 就吃下去以後 那個蒟蒻你吃下去以後 你會各國語言 哇 這樣翻譯蒟蒻很好笑 然後我還看那個日本的 一個連假航空 非常好笑 他就說為了讓大家 聯航可以做得更便宜 所以他們要進行那個 超級的那個節約能 節約政策 就所有的那個 以後那個連航不是會有那個 你去拿護照過 他就給你那個登機證嗎 對 所有的都不用列印的 那個機器裡面會做一個人 用手槽 用手槽登機 登機證給你 這麼復古喔 就可以省那個列印的備用 然後有QR Code會化到死 有QR Code 纏少了進去 化到死 還蠻好笑的 悶蒸注水不均勻 可以搖晃濾杯改善嗎 我跟你講是 基本上是可以 但是 那是不得已的手段 因為你搖晃也不確定 他是不是OK的 只能說 他是 亡羊補牢的一個方法了 所以你也不要想太多 可以做 你可以試試看 但是基本上還好啦 我覺得 可能差異性差一點點 攜帶型淨香 你們這些小叮噹迷 有豆拉王嗎 有豆拉王嗎 什麼豆拉王 豆拉王 呃 日本學長說 用上百台無人機照尋 他今天 各式各樣的 豆拉王就是 那個PTT上面有一個 PTT就是那個BBS嘛 這個我知道 豆拉王 豆拉王就是 裡面有一個八卦版吧 我忘記哪個版 然後呢 就是反正有人問小叮噹說 小叮噹最近 道具出現在哪一集啊 然後就有一個人會跑出來 然後他就開始講 小叮噹這個道具 在所有小鈴鐺作品裡面呢 出現過62次 哇 然後在電影版裡面出現過13次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做個大分析 哇 這麼厲害 那叫豆拉王 豆拉王每次出來開示 對 大家都會出來 拜見豆拉王 他是真人喔 真人啊 他叫豆拉王 豆拉系畢業 沒錯 哇 叫豆拉王 好笑 所以他今天有說什麼嗎 沒有啦 我不知道啦 以前常看PTT 會出來 豆拉王開示都 每次都很好笑啊 譬如說他常會問說 到底靜香被大雄偷看的次數有幾次 有人問這種問題 他就跟你講 豆拉王也可以講 豆拉王跟你講說 恩 這大概第一集 第25集有出現過 然後35集有出現過 然後 他總共被偷看過28次 但是 大雄被桑巴掌有12次 好笑 超強的 嗚嗚 嗚嗚嗚 你好強喔 拜見豆拉王 好啊 我剛才四百個留言嗎 有少的 我看一下你直播在哪裡啊 前面有出來嗎 嗯 你怎麼沒有跳出來欸 稍等一下下 我馬上就要抽出 今天得獎的 可以得到咖啡豆的是哪一位 No 沒有耶 那沒關係啊 就算300好了啦好不好 你的400多耶 我400多啊 對啊 那我們全部抓800號嘛 800號嘛對不對 應該不會跑掉 如果過了 500好了 500了 500 喔500 所以你要抓多少 500多喔 對啊 抓600了 你只要抓600 因為我400一定要把你正常 我們抓600多好了 OK 如果過頭了 那你 那就是那個 我們從1號開始重算 OK OK 那還是很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就是獨立烘焙的小店 然後也是蠻厲害的啦 店家也給我們非常好的優惠 台灣這種店家真的是值得我們推廣一下 因為 呃 獨立小店真的蠻厲害 台灣獨立小店真的是很有特色的 很有特色 OK 好了 抽獎了 各位 好 第一個百位數 我們抽兩次 百位數 第一張 兩包 200 200 好 各位數 這邊 十位數 好 十位數 200 二十 二二 220 寫一下寫一下 好 然後 第一張 第一個 我們抽肯亞吧 好 好 第一個肯亞 640塊了 肯亞 恭喜 賺到了 220號 220號 OK 恭喜 220 我們再會公佈 你們有空可以從學長那邊開始算 好不好 你們算啊 我們就不用再算了 我們就照算了 對不對 220號 然後呢 第二個 好不好 抽 寒杯啦 好 好 第二個 一個個 欸 抽到兩張這張好了 好 100 哦 又是你那邊的 對不起 我也是不知道 有啥 下次從有啥那邊開始算 好 下次這樣比較 比較公平 好 100 天啊 100後約他應該很好 主帥 很多耶 60 160 160 這張 5號 165 165 跟220 165 220 220 恭喜 OK 好 沒有抽到了 死心了 趕快定 然後 然後前20組的 不要忘記 還會再抽出一個 日本帶回來的 LITTLE NAP LITTLE DALLING LITTLE DALLING 的豆子 前20名 我們 明天再 明天或後天再 再公布好了 好 因為這個還不知道 大家下單狀況 好不好 反正你就下單 下單 前20 前20名就可以抽 抽LITTLE DALLING OK 好不好 那你帶3包都可以去 算你賺到 OK 好囉 我們今天直播差不多了吧 對不對 好 好我們那個 團購 豆子團購會到 48小時 但是上次那個陽光下 我們大概在 60個小時就滿單了 就滿單了 48小時 大概 30幾個小時 36個小時左右 就已經滿單了 所以各位如果喜歡 好不好 不要客氣趕快下單 OK 以免相遇 OK好啦 先去這樣 我們兩個要去治感冒 要玩 下禮拜見 下禮拜如果我們兩個都請假 你就知道了 就知道是他害死我 好啦各位玩啦 不小心自己開囉 開啦 討厭 掰掰